大家好我是半瓶醋 今天我要来聊聊玩命关头吧 在上一集 与布莱恩分道扬镳之后 唐老大与新婚老婆丽地 在古巴哈瓦那度蜜月 过着随性飙车过爽日子的生活 没想到神秘的女人赛福 找上了唐老大 并且给了她一个不能拒绝的提 唐老大因此在一次任务当中 背叛了她的朋友们 成为她至亲家人们的敌人 特殊部队长官法兰克因此把正在坐牢戴克肖找出来 与唐老大的至亲家人们 一起对抗唐老大 好吧 《玩命关头》系列已经拍了八集 故事发展了那么多年 内容早就已经跟第一集的街头混混故事架构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如果要说这系列还有什么 真的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中心思想 我想大概就是义气了吧 反正大概就是我认定你是我的兄弟 只要你是我的至亲家人 我就是瞎听你到底就对了 所以这个系列一直以来 都是没有什么正派与反派的差别 警探一下子可以变罪犯 罪犯在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变人探员 反正他们都是我兄弟嘛 我兄弟跑去卖鸡排 那我就看看有没有办法边飙车边帮他卖一下 所以咯 我朋友去抓恐怖分子 那我就来边飙车边帮他抓恐怖分子就对了 而且发展到最后 这个系列已经几乎进入人形卡通的模式 我觉得《玩命关头》八的动作设计 应该是把两个小朋友在玩乐高 或是GI就玩具时所掰出来的剧情 直接写成电影脚本然后就拍了 而场面还有剧情推演 还有每一台代表大家个性的车子 都让我想到小的时候 跟我老弟玩乐高的快乐时光 他的动作场面设计的基本方针 就是唬烂到没有极限 想要怎么掰都可以 随意发展出各种科技与暗招来解释剧情 一切只是为了要让观众体验视觉器官而存在 所以在这一集 除了车子以外 我们还可以看到各种像是GI就玩具般的装备登场 像是配备着大盾与大支电锯的高科技装甲 还有可以让人在天上飞的单人用飞行装 全都出现在这部电影当中 我都可以想象看完这部片之后 玩具商就可以在外面卖先玩具来赚钱了 所以咯 观众看这部电影之前 就是要心理准备 只要把自己的理智降低到 大约10岁小孩时的天真情怀 那你就可以很舒服地欣赏所有的动作画面 当然 角色的关系也是走同样的天真情怀 昨天的敌人今天就可以变朋友 一切都只是因为看对了眼 或是发现对方其实跟自己也有个共通点 要当光头门的家人是很简单的啦 只要你让他心情好 管你之前跟他再怎么糟糕 都可以一笑米恩仇 所以咯 这个系列不会有真正的敌人 好不容易请在沙利赛龙那烟反派 他们永远都不会让反派挂掉了 我们在下一集可能又要看到沙利赛龙变成光头门的朋友了 好啦 吐槽了老半天 还是要来称赞一下里面一些我觉得不错的点 首先是巨石强森 在这一集他终于有多一点的戏了 虽然也不过是十分钟左右的独角戏 可是非常符合他的荧幕形象 导演盖瑞·葛雷 之前在黑道比乎当中 就已经发觉过巨石强森的表演天分 这一次自然更是变本加厉 巨石强森就是一个可以悠然自得 让自己演出娘炮动作的汉后猛男 而且看得出来 巨石强森根本就不在意装娘炮 因为到了他这种层级的猛男 是根本不需要担心人家说他不像男人 老是担心被说娘炮的男人 肯定就是自信心不够嘛 敢演娘炮的男人才是真男人哦 第二点要称赞的是沙利赛龙 说实在话 玩命关头的故事内容 基本上就是超没说服力的儿童故事 但是就是有沙利赛龙的念摆与表演 才让这个故事变得有点说服力 他恐怕是整部电影当中 唯一一个有在认真演出剧情的演员 然后再然后 还要来特别介绍一下史考特·伊斯威特 他跟他爸爸长得实在有像 一看就知道是个伊斯威特 只是看得出来真的很菜 在片中也都是被大家欺负嘲笑 可是很明显的 这个系列应该是想要让史考特·伊斯威特 来填补保罗沃克的缺 毕竟总不能让整个团队除了女生之外 全都真的是光头吧 总而言之 玩命关头8是一部很有趣的动作嘉年华 声光效果都相当的精彩 但是 看这部电影 绝对绝对 严禁拥有任何的成熟思想 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的话欢迎订阅频道哦 欢迎订阅频道